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变量6》 《变量6》的副标题是《宏观世界奇遇记》 这本书的主题是《宏观经济》 这可能是过去一年你最关注 也许最困惑的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你觉得会有特别好的事情发生 经济该反弹,股市该高涨了吧 结果并没有,有的时候 你又觉得会有特别糟糕的事情发生 中国会不会爆发债务危机啊 会不会爆发房地产危机啊 结果也没有,宏观不动 大家都不敢动 大家不动,你也不敢动 只能在交集中不安等待 其实,你的困惑我能回答 让我把答案告诉你吧 中国经济会爆发危机吗 不会,中国经济能恢复持续增长吗 能,想让中国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很难吗 不难,为什么回答这些问题 我会有底气呢 因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问题可不是什么疑难病症 而是像头疼脑热这样的常见病 这种病叫有效需求不足 我来解释一下 疫情来了 中国经济会遇到两种冲击 一种是需求冲击 一种是供给冲击 疫情来了 人们没法出门旅游 也没法外出用餐 这会带来消费下降 很多人觉得收入可能会下降 于是花钱更省了 这带来消费进一步下降 企业看见市场行情不好 投资也会更谨慎 消费和投资是总需求里最重要的两块 它们都下降 总需求就下降 与此同时 疫情来了 生产和物流都受到冲击 企业不能复工复产 这就导致供给下降 既然两种冲击都存在 那么 哪一种才是主要矛盾呢 这要看物价水平的变化 简单地说 如果总需求下降的幅度 超过了总供给下降的幅度 物价水平下降 这会带来通货紧缩的压力 如果总供给下降的幅度 超过了总需求下降的幅度 物价水平会升高 但经济还是处于停滞状态 这就是所谓的停滞通胀 简称滞涨 那么 2023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你也在新闻上看到了 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 CPI也就是消费价格指数 一直在零度线上下徘徊 而另一个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 PPI也就是生产价格指数 长期处于复制 这就很清楚了 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不足 如果是总供给出了问题 经济学家可能还真没有好的招数 比如说 生育率下降了 劳动人口就会减少 那该怎么办 产假放的时间更长一些 家里孩子多的 以后上大学加分 好像都不是很靠谱 再比如说 高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制高点 那怎么鼓励更多的技术创新 给科学家发更多的钱 让他们搞课题 给做芯片的企业发更多的补贴 好像也没法立竿见影 所以 想解决总供给方面的问题难度更大 如果是总需求出了问题 经济学家就有办法了 可以说 宏观经济学这门学问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要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我们用一句话就能开出药方 遇到总需求不足 要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刺激经济增长 你可能会听到一种说法 有人说 中国经济可能也就这样了 没法再实现高速增长了 他们会提到一些理由 比如说 生育率下降 人口老龄化 那以后劳动人口数量就要减少 干活的人少了 再比如 中国经济要经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 年纪大了 体能下降 成绩就没有年轻时候好 这是肯定的 但是 你下一场马拉松的成绩是有什么决定的 这跟年龄可没有关系 那什么才是影响当下这场马拉松成绩的变量 当然是你有没有认真训练啊 总结一下 我在变量 六这本书里表达的是 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并没有动摇 所谓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 中国经济还需要一段时间疗养 但只要政策到位 就能提振市场信心 经济增长的关键词就是信心 有了信心 中国经济很快就能回到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上 当然 你也知道 变量系列的风格可不是长篇大论的讲道理 这套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会报告我每年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做的田野调查 带你去了解真实的中国 我们在变量 六里不仅讨论了宏观经济 更要讨论一个相关的问题 作为微观个体 我该如何找到自己的行动策略 为了更好地回答你的疑问 变量 六采用了一种附线叙事结构 全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五章 每一章都有两个线索 一个线索围绕着宏观经济主题 另一个线索是我所做的相关的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 这五章分别是 增长与蓄电池 通胀与养猪厂 货币与青花胶 财政与呼吸机 就业与电工症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 这是三个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 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两种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我通过这五章 把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和分析框架都暴露了进来 并且讲述了不同的微观个体对宏观经济的感受 这本书里说到 宏观不是微观的家总 微观主体决定不了宏观趋势 但可以积累应对宏观波动的经验 下面 我就一一为你解读这五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的宏观主题是增长 这是因为增长非常重要 经济增长几乎解决了关于民族凝聚力的所有问题 而当一国经济不再持续高速增长时 该国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下降 就会更多的关注安全问题 而非经济增长 但随着政策重心更多的向安全而非增长倾斜 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下降 甚至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 增长还能为推动改革创造更适宜的条件 经济增长会带来更多的红利 有了这些红利 再来推行改革 就容易多了 相反 如果经济增速下降 改革反而更不好搞 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一旦遇到经济下滑 就全都暴露出来 成了棘手的难题 增长的微观基础是创新 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新一代的企业家崛起了 我在第一章介绍了一家做储能电池的初创企业 它的名字叫冒略 冒略的创始人是一群曾在制造业大企业工作过 曾经申领一线 既懂技术又懂生产的理工男 这个群体在新一代企业家中很有代表性 企业家变了 投资者的风格也要跟着变 风险投资最早是跟着互联网企业走的 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速度很快 资本能获得收益的速度也很快 资本的周期和产业的周期完美匹配了 但是要是投资制造业 就需要更多的投入更长的周期 所以只有那些有定力 有格局的投资者才能穿越周期 获得丰厚的回报 我在第一章还讲述了包头的故事 我去包头调研 看到就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 那里崛起了一个庞大的光复行业 我去调研的那些企业大多是在2022年才建厂的 但当年年底就已经开工生产了 我问他们怎么速度这么快 他们说 不快 要不是疫情耽误 还能更快 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 光复行业里的大企业 好像不约儿童都在扩张 以前主要生产高纯金归的企业 现在要进军组建 已经在硅片和组建领域当上龙头的 现在又要在电池片领域布局 扩张速度这么快 是因为太容易赚钱了吗 其实不是 光复企业告诉我 他们之所以扩张 是为了不亏钱 这是因为 光复行业发展速度太快了 上下游很难步调一致 要是某个环节成了短板 相关产品的价格就会突然暴涨 而产能建成之后又会出现过剩 价格随之暴跌 所以光复企业才会想到 要打通上下游 这样上游的价格跌了 还能通过下游的利润补上 但这么一来 以后光复企业的竞争就更激烈了 在所有的战场上 大家都要短兵相接 走错一步 就会惨遭淘汰 那这不是越来越卷 卷到大家都没有活路了吗 恰恰相反 越是这么卷 这个行业的前景就越广阔 规料的价格便宜了 电池和组件的价格就便宜 于是 用太阳能发电就更便宜 应用也就更多 于是 这又反过来推高了各种需求 就这样一个新的主导产业就这么出来了 所以 你看 经济增长不是像一根键那样直直的射出去的 而是像波浪一样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一轮又一轮的扩散出去的 好 讲完了增长和续电池的故事 我们接着介绍第二章的内容 第二章主要讲的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前面讲过 我们现在遇到的是通货紧缩压力 通货紧缩就是一般物价水平下降了 价格更低了 不是一件好事吗 在微观经济里 物价下跌 消费者确实能得到更多的好处 但是 在宏观经济里却不是这样 宏观经济的主题词是信心 但是 没有人在通货紧缩的时候 还有信心 企业家看到价格下跌 会担心生产的越多 赔的越多 于是 企业就会减少投资 消费者看到价格下跌 会想以后再买 于是 消费就也减少了 投资和消费都减少了 那总需求就减少 总需求减少 收入就真的减少了 没有那么多的产出 就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 于是 失业率上升 就这样 经济进入了螺旋形的下滑轨道 为了看清楚中国经济 我还帮你做了些实地调查 看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标 也就是 CPI 过去一直有一个拇指法则 就是看猪肉价格的变化 这是因为 食品价格会影响一般物价的变化 而猪肉价格又直接影响到 食品价格的变化 过去几轮 CPI的上涨 都伴随着猪肉价格的上涨 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猪通胀 那么 猪肉价格涨了吗 没有 非洲猪瘟之后 猪肉价格的涨跌变得惊心动魄 2019年曾经暴涨 2020年暴跌 2021年也是一路下跌 2022年一度回涨 但到了10月份 光荡一下 猪肉价格猛地下跌 这一跌就是一年多 猪肉价格始终在低位徘徊 养猪的农民告诉我 猪肉价格很难涨上去了 我问他们为啥 一个农民告诉我 因为房地产不行了 啥 这也能怪到房地产头上 那个农民说 当然啦 谁吃猪肉最多 是那些在工地上干体力活的 一天不吃肉 干活就没劲 别的都不行 只有猪肉管事 最受欢迎的是梅菜扣肉 他说你看看 现在工地上哪有人影啊 都没人了 猪肉也卖不动了 我还有一个发现 养猪场跟我过去见过的大不一样了 最大的不同是我进不去了 我说 我这么大老远过来 也不让我进去看看 养猪户说 别看您是大教授 可我们的猪更金贵 我们怕您把病菌带进去 所以 我只能通过闭录电视 去看养猪场里面的变化 我看到 养猪场投喂饲料 粪便处理 配种 屠宰都是自动化的 粪便直接通过管子运出去 一部分做成肥料 一部分生产爪气 用来发电 养猪场 已经不再是大家印象中的大猪圈 而是一个操作精准 精益化极高的工业模块 所以 你看 风口不风口的 已经不重要了 光伏行业在风口上 所以它们卷得不得了 养猪行业不在风口上 但它们也卷得不得了 不管再不在风口上 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升级策略 而这个升级策略 其实就是由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动作构成的 这就像做体操 一步一步 不知不觉 就把身体活动开了 好 讲完通胀和养猪场的故事 我们再来介绍第三章 货币和青花角 要不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这个话题的争议更大 有人认为 扩张性货币政策没用 就算是央行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要是大家都不响应 居民不增加消费 企业不增加投资 经济还是刺激不起来 又发出去了那么多的钱 最后不就搞出通货膨胀了吗 你可能听到过一种说法 说货币政策是大水漫灌 意思是说 货币政策没有办法做到精准导向 央行把钱发出去 这钱最后流到了哪里 央行也没法控制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反过来看 你也可以说 幸亏货币政策是大水漫灌 水过地皮时 多少总会有效果的 货币政策会以一种大水漫灌的方式 让所有跟钱沾上边的人都受到影响 比如说 有贷款的家庭和企业还贷压力能减小 企业的利息支出减少了 利润就更多 股票就能上涨 投资股票的家庭财富就会增加 在这一章 我带你去看在重庆江金种植花椒 收购花椒 加工花椒和用花椒做餐厅的各个行业 这个小小的产业链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企业 都是小微企业 小农户 给他们提供金融服务的 都是银行的基层网点 看起来都很不起眼 但这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 整个经济到底健康 不健康 要去看这些小生意人 我调研下来 有个感慨 宏观对小生意人的影响太大了 我在重庆江金 遇到一位做餐饮的朋友 他 12 岁跟着父亲学艺 15 岁出门闯荡江湖 算来 在这个行当干了有20来年 听完他的故事 我发现 他在个人创业道路上的每一步 都跟宏观趋势有共振 他自己开店的时候 恰好赶上八项规定 以前的大酒楼倒了一批 才有了小餐厅的机会 有了厨师创业的机会 这位朋友手上有好几家餐馆 有主打中高档的 也有主打中低档的 他发现 这几年中低档的生意更好做 他除了开餐馆 还帮着做婚礼堂 就是为婚礼提供一站式服务 婚纱 摄影 主持 酒席 全都保版 婚礼堂的利润率比餐饮高 但是 宏观也会影响到这个生意 要结婚办酒席的年轻人 逐渐没有以前那么多 这个风口 可能很快也要过去了 不过 听完他的故事 我还有一个感悟 像他这样的小生意人 颠覆了很多传统的商业理念 办企业 都希望做大 但做小生意的知道 自己可能没法做大 小而美 小而今更适合自己 做企业的都希望快速发展 但做小生意的知道 找好节奏更重要 赶上机会快跑几步 赶不上机会休息一阵 做企业的都想起业长青 可是很多小生意人的创业 都是转瞬即逝 搞一摊是没成功 倒闭了 没关系 再搞一摊 从宏观数据来看 他们是失败者 是无数活不下去的小微企业 但宏观数据是不对的 他无法告诉你 那些看似失败的小生意人 又站起来了 当你把他们一生的奋斗 连起来看 就能看到 他们并不是失败者 而是成功者 他们白手起家 从无到有 买了房买了车 养活了家庭 创造了就业机会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讲完货币和青花椒的故事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四章 财政和呼吸机 我去走访了几家县级医院 听他们跟我讲讲 集层医疗卫生体系的现状 我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 是因为大家都在说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这个问题 好像又出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上 要是生了病 患者都想去大城市的大医院挂钻加好 于是 大城市的大医院人满为患 县城的医院门可罗雀 这也带来了看病贵的问题 同一种病在县城里看是一个价格 在省会城市 一县城市看又是另一个价格 病人从小县城去大城市 交通费用 生活成本 住宿费用都大幅度上涨 费钱 费时 费人 可是有个县级医院的大夫跟我说 他觉得已经没有看病难的问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不知不觉中 县级医院的水平都有了提升 医疗设备比以前好多了 这位医生在急诊科 我就问他们 那你们有ECMO吗 ECMO叫体外费膜养合 是ICU里的神器 能为患者在体外提供气体交换 和全身血液循环 当然 这玩意也非常贵 操作起来需要的技术水平很高 没想到这医生说 有啊 我们刚买了一台 医疗技术也经非稀比 很多不能治的病都能治了 以前只有大医院能治的病 现在县里的医院也能治了 这不是说县医院的医生水平赶上了大城市的医生 而是因为很多手术已经变成了标准化操作 上手更容易 原来治起来很贵的病 现在费用更低了 比如尿毒症 原来做血液透析费用太高 现在费用降低 很多病人就能承受了 就算遇到疑难杂症 县城里的医生拿不准 那还有远程治疗 线上开会 向大医院里最好的医生请教 一起会诊 中国医院体系的效率已经大大提高 比如说 来个病人想做CT 在县级医院当天就能安排 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中国的医生数量众多 工作时间长 随叫随到 所以 这位大夫跟我说 要说看病贵 那确实还有 但要说看病难 跟原来相比 就大不一样了 当然 你可能觉得医疗卫生体系 还没有那么令人满意 总还有需要提高的地方 我同意你的看法 但是 从县级医院的发展 我们也能看出 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对公共投资 尤其是对公共服务的投资越来越重视了 这当然是好事 不过 也有人就担心了 政府花了钱 却挣不到足够多的钱 收入覆盖不了成本 赔了钱可怎么办 表面上看起来赔钱 其实也不一定赔 举个例子 政府修了那么多高铁 要是指望卖票把投资成本收回来 那恐怕很难 但高铁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和生活方式 甚至改变了城市的布局 旅游 餐饮 娱乐 物流 都找到了新的机会 经济就繁荣了 税收就会增加 更重要的是 就业会增加 人们的收入会增加 老百姓更满意了 这才是政府的真正使命 算这个账 其实不亏 但是 你会说 那收入都是以后才会有的 但政府的支出 是现在就要拿出来的 支出大于收入 不够用 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可以通过发债 为公共支出融资 可是 要是发债 不是让政府的债务压力 更重了吗 不一定 我在这一章里讲到 政府预算不必 恪守量入为初的原则 这是因为 政府支出多了 经济增长速度更快 债务压力反而就没有那么高了 相反 政府支出少了 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 于是 政府的收入更少 债务压力反而会提高 所以 要看债务问题 就要动态地去看 说到底 这就是债务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赛跑 只要经济增长能够跑赢债务增长 从长远来看 就不会出现债务危机 说完财政和呼吸机 我再来说说最后一章 就业和电工证 2023年 我到长州技师学院花了半个月时间上课 去考了个电工证 我不仅拿到了电工证 而且利用这个机会做了些调研 这些调研让我收获很大 比如 都说年轻人找工作难 但长州技师学院的老师们告诉我 他们的学生就业形势好得很 他们的优势专业是电工 车工 洗工 汗工等机械类工种 学这些专业的学生不愁没有工作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五六个 多的有十几个工作邀约 那你可能会觉得 哦 明白了 年轻人不好找工作 是因为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匹配 大家都想上大学 但需要大学生的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多 工厂需要熟练工人 但大家都不想去上职业技术学校 其实 还不止这个原因 我在这一章里讲到 导致好工作越来越少的另一个原因 是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让雇主和员工都陷入了更糟糕的结局 经济低迷时期 企业都想降低成本 有的企业不仅会裁员 降低工资 还会想方设法延长劳动时间 提高劳动强度 但是 当企业主拼命降低工资 延长劳动时间 提高劳动强度之后 员工自然而然会做出反应 他们会用脚投票 辞职不干 于是 员工的流失率越来越高 大量员工流失 对企业是个坏消息 跳槽率高 企业就不得不从头 培训新员工 工资支出看似减少了 但招聘和培训的成本提高了 企业总想延长 员工的工作时间 提高劳动强度 但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员工想偷懒太容易了 延长劳动时间的结果 无非是延长了摸鱼的时间 对员工来说 这也是个糟糕的结果 员工跳槽多了 对自己的职业发展 有必无力 我从BOSS执聘那里 了解到一组数据 一份工作坚持不到半年 就跳槽的求职者中 70%的人工资 低于同龄人的平均水平 换到第四份工作的时候 工资会明显下降 换到第八份工作之后 相较同龄人 工资会出现断崖式下降 那到底该怎么办 我讲到 企业需要做的是 创造更多的好工作 明智的企业家愿意提供好工作 是因为他们对人性 有更深刻的洞察 对激励机制有更全面的理解 他们相信 好工作能够激发出 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这将让企业 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 再往深处讲 企业需要创造更多的好工作 是因为企业面对的外部环境 越来越复杂 所以内部的团队建设 才变得更有价值 团队比市场重要 市场转脸就变样 殷勤不定 你改变不了外部的市场环境 但可以改善身边的小环境 有了一支 骁勇善战的队伍 到哪个战场上打仗 都有更大的胜算 对我们个人来讲 可能需要做出的调整 就是要学会做小事 这就要说回 我干嘛要去考个电工证 因为学习小技能很重要 我去学个电工 看起来跟我的专业经济学研究毫不相干 但它能提高我的动手能力 这是脑力劳动者最需要的 修理电器需要专注 大脑就不会再想别的事 这也是一种休息 修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心流的感觉 修完了会有一种成就感 家里电器出点小毛病 自己动手就能解决 不用再打电话求人 少了很多烦恼 上学的时候 我们学的每一门功课都有自己的学科体系 老师会一步步领着我们走进知识的殿堂 习惯了这样的学习方法 到了工作之后 很多人就会很困惑 真实世界中的知识是没有体系的 也没有教学大纲和教科书 没有大块大块的完整的学习时间 都是碎片化的时间 学到的好像都是碎片化的知识 有人就会说 这怎么叫学习呢 这一点也不系统 可是如果你是个终身学习者 那就要在真实世界中学习 如果你在真实世界中学习 就要学会用碎片化的时间 掌握看起来零碎 但实际上很有用的小技能 这就是我主张的小事主义 做大事越来越难 但没关系 我们还可以做小事 学习小的技能 建立小的关系网络 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享受小的快乐 同时 耐心地等待大的洪流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 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